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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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網狗 今天呢,我邀請到Sabrina 她的職業非常的特別 她是屬於鏡頭裡面的靈雞 在三重的天佑宮遊行 大家好,我是Sabrina 其實雞算有分三種 第一種是靈雞 第二種是素聞雞 第三種是鼓雞 鼓雞 鼓雞就是你們一般看到 就是會超飽流血 然後會辦事那種 打自己那種 然後會流血 她們需要藉由神明附體下來 她們才可以做這些事情 那我跟她們不同之處是在於說 我不需要神明這樣在我身上 我就可以知道神明在講什麼 可以直接跟她們溝通 不是溝通 是她們會直接灌入一個想法 到妳的腦袋裡面 問妳說,今天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或是去皆有痛處 去知道說,這個人是怎麼樣 可能會遇到什麼麻煩 因為妳這樣子可以直接感受到神明的意念 無形的眾生也是可以的 我們在她們眼中是發光的 我們等一下在妳的探險就很危險 妳就像一個引路燈一樣 其實我自己已經萬事俱備了 雖然她們跟著我 也不會傷害我 如果真的有什麼冤情 需要我幫忙的時候 就會勸她們說 妳去哪裡找那個神明求救 因為我們要探險 所以剛剛Seprina有去旁邊的廟 請了那個 五銀兵將 對,請了五銀兵將 跟在我們身邊 這是五銀兵將 五銀兵將呢 就是說 當我們跟神明請求幫忙的時候 神明就會派遣五銀兵將來協助我們 然後保護我們 那麻煩五銀兵將保佑我們三個人 謝謝 那現在是已經在我們了 一定是妳當下請 她就會麻煩過難 這樣 她如果來而我自然就會感應得到 那比如說我們等一下去那種地方 妳會看到嗎? 如果有的話 我會直接跟妳們講 就是燈關掉 開夜市燈 不能用手電筒 因為光會傷害到她們 假如說妳是一個人 在黑暗中突然被打開一個大光 妳眼睛會被刺痛 會不舒服 對啊 那何況是無形眾生呢 可能是我之前來這個地方 探險太多次了 都把手電筒的燈打開 導致呢 我每一次要進去都失敗 那今天呢 我就是要在Seprina跟小米 我們要一起 挑戰走進這個地方 的最裡面看看 有的人可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就在這邊 也跟Seprina 也跟大家再講一下這邊的故事 這邊呢 我稱它為 詛咒的協波 來了四次 四次都發生的事情 第一次呢 就是我跟我朋友 騎機車 一路往著這個斜坡 騎上去 聽說最後面是一個 寶仔寶 我們想要去那邊看看 就騎到一半的時候 其中一個朋友 他的排氣管 就冒煙 我們大家就很緊張 趕快停下來去看 這個時候突然 他的鑰匙孔那邊 發出一聲 就熄火了 都嚇到了 趕快把車子 滑下來 直到滑下來到 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一發 車子就發動了 好像什麼事都沒有一樣 第二次就是在 差不多兩年多前 我開始拍片之後 我回到這個地方 想要走到最裡面看看 所以我們就 用擲筊 問他們說 可不可以讓我們進去 結果很有趣的是 我們擲筊連續問了六次 那連續六次的答案 都是不給我們進去 當然連續六次會覺得有點懸 那直到第七次的時候 我們想說 問最後一次 能不能跟我們進去 結果我們一問 他的答案也是 不給我們進去 然後還另外 再給了我們一陣 很不尋常的 大風 那第三次 我在回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是我在Ebay上面 買了一罐流眼淚 我跟我的朋友 阿金 還有他的老婆 我們就滴了流眼淚 一起走進去 想說會不會看到什麼東西 我們就走到之前 一樣我們車子 差不多熄火的那個地方 就聽到樹林旁邊 傳來的一種石頭丟地板的聲音 就這樣子 一聲 兩聲 三聲 越來越多 然後從四面八方傳過來 然後我朋友 他的老婆 他就突然開始氣喘 他就非常的緊張 我沒辦法呼吸 那我們也就趕快下來 然後離開 那離開到了山下之後 他翻一下他的口袋 才發現他的後生腹也斷掉了 第四次呢 是讓我醉毛 不敢再回來這邊的一次 是我跟我的朋友 我們真的打算說 在那邊一探究竟 所以那天晚上 我們就直接開著車 想說也不要做任何的挑戰 他也是開到一半的時候 車子的倒車顯影 突然就故障了 那之後呢我們就換步行 十分鐘左右 終於腫到了 最後那個 薄阿薄 當下呢我跟我朋友 逛完一圈之後 就順利的離開 也沒有發生什麼事 回去的隔天 他就突然跟我說 他的腳上過了四五個雨情 那到了晚上換我去洗澡的時候 我洗澡洗到一半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手臂內側 有一點痛痛的 那我低頭一看 就發現我手臂這裡 有三條爪痕 那我後來有去問 懂這方面的人 那就是那種 無形的眾神 我們的警告 不多說了 我們就直接出發 希望可以順利走到最裡面 然後帶大家看看 裡面到底是長什麼樣子吧 好那我們走吧 跟著Sabrina的腳步 我看到便宜的時候 記得剛才跟我講 我要先擦箱這樣子 跟我們講一下 你說到目的地之後 對 Sabrina的那個主神是什麼 然後好關心不少 這一條 右邊這一條 還黑的這一條 可是這可以開一點點燈嗎 就盡量到地上就好了 那如果我有不小心照到不該照的 你再跟我講這樣 我每次進來這個地方 都覺得有一點說不上來的壓力 我以前最早的時候 我拍都市傳說 我可能來到這種地方 我也不會怎麼樣 可是拍到後來 我只要來到這種地方 我就會有一點頭暈 甚至說想要 微想吐這樣子 因為你累積的晦氣太多了 晦氣是指什麼 這個也就是我可以看到一個人身上 他的氣是黑的還是灰的還是白的 就是乾不乾淨 那我是 你是黑的啊 這麼慘 這樣子 我們現在已經經過了 我們牛眼淚跟摩托車的那個地點差不多 不好意思打擾 不好意思打擾 你不要走一點 旁邊就是這樣子的樹林 其實並不是說 冰牛眼淚就能看到 比如說我剛剛說 陰陽園這種東西啊 它是頻率要跟你對到 能看得見嗎 好像下去就是了喔 我們要到了 我們到了 大家就是我每一次 鬼影石入耳 寶貝跟牛眼淚 都上不來那邊 不用緊張 對 連煎醬都跟著 香 香 是不是要開始打嗝了 對 好 前面就是我們墓碑 墓碑上面都有很多信尸 也沒有 不斷 沒有 也沒有 開箱 甚才 前面 是 手 擺乃 開箱 手 開箱 開箱 可以往下看,下面全部都是女的 不知道他接下來再往後看往哪裡 我們剛剛在那邊點的時候,火力打開是紅色的 真的假的? 我沒看到 這邊 蛇兵啊,我們這樣一直冒然的往後走,不會有危險嗎? 差不多是這邊而已 再過去就那邊而已 差不多到這裡 已經成功可以走到這裡 再往前面就是樹林了 就是一條很小的地 要勸勞大家沒事不要來到這些已經入途為安的人 對 對 好,那我們就折返 OK,那我們就回去車上的時候 分享一下這一趟的感言 好,折返 對 對,大家我們成功的回來了 算是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吧 回去之後 不會 可是你還是要去廟裡靜一下身 所以像剛剛這樣走一趟其實也還是累積到 然後盡量讓自己渾身都是檀香的味道 那剛剛Sabrina我們進去的時候 一件是點香 點香的意思是說 你過去嘛 跟人家告知一下 跟他們講 你們拍這支片 是為了要告知其他人說 沒事不要老是去紅花po去打擾他們的生活 人家已經入途了啊,你不要去打擾到人家 剛剛回程我們也有拍到那個香嘛 他沒有整個呈現你圓圈 這代表說他沒有生氣 他知道我帶你們來這邊的用意是什麼 他接受我 所以他才讓你進去 我們也很尊敬他們 我一直叫你們照地板 不要去照樹林 樹林有很多 然後剛剛就是我們原本這邊上去的時候 其實這邊東段左邊有個女生 所以我才叫你們就是先靠左 然後回來的時候那女生還在那邊 所以我才叫你們靠右 怕你們就是重疊到你會不舒服 那你剛剛還有做第二件事情 就是你在那邊講了一串我聽不懂的話 那是天語 因為有時候講天語 他們更快理解 裡面整個是呈現什麼樣的狀況 裡面有很多是已經入途完 可是有一些呈現就是已經雜草重生 就是完全沒有人去擊敗 其實那個幕有大有小 對 有些是很多人遺忘他了 其實那邊是真的很不乾淨 滿滿的 你上過去每一個北海都有 就算我是計身好的 我剛剛在那邊頭也很暈啊 所以我禮拜天還要再上山一次進座 好那真的是辛苦 Sabrina 不會不會不會 影片的最後呢 Sabrina 因為她還沒有靈職 所以還不能幫人家辦事 所以呢 想要找她辦事的人 還沒有辦法 大家可以追蹤Sabrina的Youtuber 她會在她的Youtuber 她也可以跟我講 我在通知你們 大家可以去找她 請她幫忙 我把Sabrina的Youtuber放在我下面的簡介 可以點過去看 今天影片就到這啦 如果喜歡我的圖片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和按喜歡 感謝老師廣告 拜拜